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北京市动物园 你告诉我这两句话有什么区别 北京市动物园 河北不是 天津不是 你不是让我想起了南京长江大桥 南京市长江大桥 真是很过分 旁边的动物 都有意思 没事去逛什么 逛动物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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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物园这位有什么 动物园六动物 具体的 蚂蚁 肯定有蚂蚁 不要质疑我 还有蚊吗 真有蚊吗 你去北京野生动物园啊 有些瞎子 咬不死你 你上回去 咬了二十六狗 你什么学性 我都行 这人倒是随和 二十个 我们没事 旁边动人 过去过 多好啊 秋高气氛 操长永飞 不冷不热 还不冷不热 不冷啊 现在 但是也不热 不冷不热吗 没说别的 咱俩孤通 现在是有什么障碍 确实 多有意思 多有意思 但是现在野生动物 尽量的少碰 野生动物 真的啊 你要原来的时候 你像这个岁数大点人 我们那就有一个 我们那村 他就属于那种 胆大 胆大 各种动物 什么蝎子 蜈蜈 这种毒虫 人也不害怕 包括这个 刚才说那蛇 那蛇什么的 胆也大 真的 他有又会上 我们那后山 让恐怖蛇咬了 呦 真的多恐怖啊 等死呗 别等死啊 人家给那蛇 人家给那蛇就呆着了 愣坚持到了医院 这怎么能坚持到医院呢 他走速度让那蛇再咬一口 拿蛇续命 他在卡Bug 龙头 咬一口啊 你们说这人是不是有病了 后来死了 还得了 该死了 就是说我们清风高气少呢 多出去走一走 但是野生动物也尽量少碰 碰不着去呢 我眼生的蚊子 上山上可以看一看 看蚊子 现在没事看看红叶 哎呦现在有红叶 哎对了 香山呀 有香山呀 香山呀 看一看红叶 看一看 颜性 看一看颜性 他去香山干嘛呀 那去哪儿 后台就能看 看颜性 这看人性吗 颜性 说什么东北话呀你 说什么东北话 让你看一看红叶 看红叶 看一看颜性 看红叶 看颜性 这两个事儿 看人性 后台各种各样的人性都有 不是人性 这是银叶 我没有口音 这沈阳话我听不懂 去死吧你 沈阳人倒是比较时尚 他一问这个人都印刺 这个也印刺 那个也印刺 你是不是在骂我 就是说 看一看银叶 银叶术 你强调它了嘛 没犯过 确实啊 多好啊 北京那个季节很美 很美 多出来走一走 你看我们也是啊 我们上个礼拜没上班 没上班 因为他们去哈勒宾了呀 哈勒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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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他们去那边了 说下了两场雪 一场两分钟 一场一分半 确实下了两场雪了吗 回来跟我们讲 我们两人没事出去溜达 啊多好啊 上山上 做做诗 可以 上山上做诗 哎对了 对了 做诗 爱文学方面 没事咱就写 写什么呀 写什么 写字啊 写什么呀 写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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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呀 写字 哎呀你不要老扣我智眼 扣你智眼 妈呀我再给你扣漏我看 这台上大吹血算谁呢你 这个人越说越恶心了怎么 那我轻点扣 妈呀我处死你啊 现在不用做合算 处死你 我拿我这笔 我处死你了 写什么 就写了 写了 真的啊 不写字 废话 废话 我那不会写字 再说了不会写的字我查字典 你会查字典吗 我有一本书叫如何查字典 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 你们今天反应有点慢啊 咱也不知道你们乐的是哪个包 回来呢 拔眼镜打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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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吗 我现在有猎枪我都不敢打你们 为什么 因为你们反射服比较长 我avor 满手无聊 难受无聊 寞 而且你看我跟他们用的笔都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他们用狼猴 狼猴 狼猴什么意思呀 就是狼的毛 去你了 这个黄鼠狼呢 Karl鼠狼不是狼吗 没事多去北京市动物园看一下 北京市怎么是动物园呢 有什么羊豪 羊豪是 羊的毛啊 没有别的 我都不用 那您 自己的 你用自己的毛写 注意你的措施 嗯 豪 我自己的豪写 用哪里的豪 打击挂豪 抽签文律一些 叶豪 叶豪 他笑什么 写得出来这儿吗 怎么写出来啊 我没有笔缝的 一根一根的 你给他扎起来 还能扎起来 还能输个片 对啊 我有一个小家伙 应该给他拉直 要不确实起来玩玩不好打 起来玩跟脑袋一样 拿这个写这 这咱就说 独创你知道吗 确实是独创 哎 哎 你写字吗 你不能跟他们一样 这就 纸放在桌子上不能写了 那怎么着啊 你这样写的要手 哦 把这个纸啊 旋起来 旋起来 哎 好 旋起来 这是 priorit 干嘛 在干嘛 这었 真须 这 见哪 这不 这不见了吗 到来这干什么呢 这都难适了 拉了的哪都是 靠意念写 看栏目靠意念写 没这么写过 你不得看吗 这张纸有多大 你只为写多少字 哪个字多大尺寸 对不对呀 你写完了最后一个正点了 那能行吗 那得做什么呢 要人家给沾身上来 明天地板指 不用过臭 干得还挺快的 这玩意儿 速干嘛 好 好 我说过头 那你记住 这点墨不够你站的 写个字那么浪呢 那我写字嘛 写的就喜欢写的 就不 写完不涮了 你那抬皮胳膊来了东西 废话我心脑就来一管烧嘛 就是说嘛 喜欢写的 写的 就来 听这个 就来 听这个 啊 不知道他们干什么呢 哈哈哈哈 叫乌鸦窝里的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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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什么营业执照没有 当初 是你 要分开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不用说 不用说 就一句就可以了 就一句就可以了 你知道吗 你看咱这诗 受众脆皮 你后边不是唱 嗯 哈哈哈哈 写的诗 这都我写 这只有你写 啊 还有什么 画画的 本本 本本 他天均板的 那 画画的 别别 画画的 不不不 北北 北北 奔驰的小野马和带刺的玫瑰 行你别多人现眼了 这都我写的 哪都你写的 这都是我写的 哪不可能是你写的 怎么不是我写的 后来我们发上去 那帮人不要脸 他们嫖我 他们怎么着 嫖我 他们嫖你 对了 他们吃什么脏东西了 就是把我的东西拿到他们自己用 然后也没告诉我 调窃 对他们窃我 你够窃 那你就能写试是吧 那也能写 先先 先先 咱们天的观众不一般呀 不一般 小萌是老好青年 哈哈哈哈 这么买啊 照着我确定不可以过 对 你也别把你能写试 那怎么着 我现在跟你比拾比拾 什么 跟你比拾比拾 可以啊 可以是吧 那那我这儿 我吹一听 咱们来一回四方师 哦来啊来啊 你知道 知道什么叫四方师吗 不知道 不知道 就不来啊来啊来啊 就是 这这这哎呀 哈哈哈哈 这好 讲 就光屁股追在你 什么意思 胆大不嫌汗 哈哈哈哈 来这 我跟你说是规律 四方师 顾名思义 东西南北四个方向 咱们一人挑两个方向 分别作诗 这一首诗四句话 这诗里边有一种动物 一个地名 两位古人 这两位古人还得同朝同代说得上话 我只有一个小问题 什么问题 什么叫四方师 哈哈哈哈哈哈 我刚才放屁了 哈哈哈哈 别杀了你 真放了 规矩说完了 咱俩说方向 东西南北四个方向 我挑东西 你挑什么 哈哈哈哈 我挑你妹啊 哈哈哈哈 直接不许你 我废话 一共就四个 啊 你拿走俩 我挑俩了 对 剩下就俩了 你挑什么呀 哈哈哈哈 我没挑 你挑啊 你挑啊 你还剩两个 挑 可以挑 不是 就剩两了 挑这俩 不是 挑这俩 难吗 我 老师不怎么难 但是这不是我挑的 怎么不是你挑的 一共四个 我挑俩了 还剩俩 你挑 挑这俩 你有病吗 不是 一共就四个方向 我挑 我俩了 嗯 还剩两个 嗯 你挑啊 哈哈哈哈 我还剩俩了 你聊天 那么费劲呢 现在 你 救命啊 挑一副完了 不是 我挑一副完了 你叫你老北京 说啊 哈哈哈哈 我说 我说 我一副完了 我们费劫 你 挑一百 挑一 你老北京 说法都没比 你挑一副 ok了吗 这样 这副百副 ok了吗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真的 我要是你 我就骂他 骂我那边 怎么老北京说法都没 他不容忍运动啊 都敢这么 哎呀 他们北京是 豆豆串 哈哈哈哈哈哈 你这算什么动物这是 我 领长的 这个动物 没领起来 哈哈哈哈 还真挺惨的 哈哈哈哈 这个 哈哈哈哈 哎 这一点都不玩 玩笑他绝对是 刚反应过来 哈哈哈哈 你挑完了 我挑完了 赶紧挑了 那我就挑男人 行吧 对啊 早挑不完了吧 可以 来 我先说 明天说 我先说东啊 来吧 说东边飞来 两只燕 等会儿 头一句话 就出现了动物 对 那这个就出现了 一只动物 是 对吧 嗯 说东边飞来 两只燕 对啊 人家说这个不错 那好啊 说东边飞来 两只燕 燕嘛 各位都知道 这个 放眼底下 取一个窝 里边叽叽叽叽叽叽 那个 小燕子穿花衣嘛 年年之前来这里 我问燕子为啥来 燕子中 你咱们管的着吗 哈哈哈哈 你又干嘛 那么多呢 哈哈 小燕子 我说的不是小燕子 对 小燕子嘛 我说的不是 穿花衣 年年中间来这里 那个吧 不是 我说的不是这燕子 那是哪个 追这个 燕子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没有你 我敢怎么回啊 啦 你那是醉了 哈哈哈哈 大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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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大燕吗 你老吉燕 什么呀 大燕嘛 东边飞来两个燕 对 人家说的不是小燕 大燕 大燕 对 是一种候鸟 对吧 对 大燕是一种候鸟 什么叫候鸟啊 它会迁徙 就是冬天了 咱们北方又比较冷了 大燕 哗啦哗啦哗啦 哗啦哗啦 对啊 它飞来有动静啊 哗啦哗啦哗啦 飞到南方 发现它们没暖气 飞不来 哈哈 哈哈哈哈 它应该再往南飞一点 就暖和了 哈哈哈哈 太累了 反正这边也不能忙 您先歇一会儿 我不累 大燕累 不 东边飞来两只燕 东边飞来两只燕 嗯 一唠唠唠在白云棍 这是地名了 便便翅膀抬头看 看见孟良与骄诈 这是两位独人 对 真的好 好啊 讲一下 完了 结束了 over 我给你猜一个灯迷 我不听了 哈哈哈哈 哪儿得我猜灯迷想法 不是我 我觉得我突然想起了一个灯迷你猜不着 我不猜 你肯定猜不着 我不猜 我猜这个非常之难 我猜 我没有兴趣吗 没有兴趣 哦 没有兴趣 我给你开个头了 你想想一下 不用 我对你刚学的 没有 你给我做诗 先把这诗给我做完了 是吗 你干你了 我写完了干你了 啊 说呀 什么的 来呀 我说完了 对呀 干你了 啊 对呀 说呀 我不能想想吗 这是你想什么呀 这 都毛病似的 你推什么呀 我这个字我没记住呢 就俩字 你这不是南和北 就那个吧 说南边飞来两只条 人家找条 你白了吗 对不对呀 不是白道的 我说你跟我们解释解释 什么叫条 马匹 马区 对呀 你把嘴里的裤衩套里 都说话了 马区加桥 你这不说南京 说你那好条 说南边飞来两只条 一条 一落落在灵的岗 这是地名啊 对呀 地名灵的岗了 看见你哥和你嫂 是古人 一个流氓 一个老宝 这套 不完了吗 怎么完了呀 怎么完了 这不像话 怎么不像话 咱说古人 我哥哥小流氓老宝 这是古人 哎 哪个朝代没有流氓 哪个朝代没有老宝 他现在也有老宝 当然他不叫老宝啊 叫妈 都不行啊 哎哎哎 他那天跟我说那个就叫妈 谁给你贵了 你 你裤衣服的都不贵了啊 我没去找不出来 我给你推着 没有 你这这这这这这 别胡说八道 不是你这也不行啊 不行啊 咱说的是具体人名 哎 不能说直言 说上来就得了 咱再往下说说人名啊 行 说西边飞来两只 西边飞来两只猴 一唠唠在 尽量说点人话 哪一句不是人话 你刚才说的什么 西边飞来两只猴 这一句就不合理啊 各位 哪不合理 谁听说过生猴能飞 我说生猴了吗 那玩意嘎啦嘎啦乱的不成呢 我说的是生猴吗 你要说上辈 我都不给你排放 他不是罢了吗 那生猴 他是在石头上边上呆着 他不动你知道吗 我到现在 对不对 不合理 对吧 我说的不是生猴 不合理 我想跟你扔合理的现在 来说 真的不太合理 我直说说的不是生猴 熟的更飞不了 就剩一半了 这玩意儿还怎么飞着呢 那玩意儿飞起来 掉一毛袋断末你知道吗 哎呀 除非是俩两个打架 你知道吗 你父母要有条件来要 也行吗 什么呀 什么呀你这 不是生猴 我说的不是生猴 不是吃的 你不吃它 它也飞不了 你把那个器官 先给我关上一会儿 你不要说话 我说的是 咱俩打官司来了 我还不要说话 你给我诉叫 我说的是 大仙鹤 鹤上口独豪 就说大仙鹤就可以了 他这有说大仙鹤了吗 怎么不可以呢 大仙鹤多痛苦一种啊 你说什么猴啊 痛苦一种 西边飞来两只大仙鹤 叫狮吗 这个 多两字怕什么的呢 这狗不行 这个猴 西边飞来两只猴 一唠唠在卢沟桥 边边翅膀屡屡屡毛 看见静雷与郭袍 看见静雷与郭袍 这还叫林寒 哎 不不吃呢 这我的 说北边飞来两只羊 咳 胡说八道 大仙鹤绵羊 蛮天飞是吗 滚滚滚 你先滚 不是 谁说大仙鹤绵羊了 什么羊 鸳羊 鸳羊 对了 一点常识没有 羊再鸳也不能飞 没有文化 我知道刚才我有多气人了 不是 不是 这个羊有鸳 不用 鸳羊鸟 鸳羊鸟 你说鸳羊鸟啊 你怎么不说大仙鹤的 说北边飞来两只羊 鸳羊鸟 一落落在本皮墙 看见你弟和你娘 这古人 一个潘金莲 一个古大郎 我看不说大仙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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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是一个人 那种小谙鹅